大家好,ANSYM這款Full-time rendering的軟件 近日有推出新版本3.2 開始之前,如果大家對ANSY3.1的更新 或者去其他基本功能上知多些 就可以重複我們Full & Delimited 在Youtube頻道以往的編段 講述今次ANSY3.2的更新 又有兩大主題 就是Dynamic Design和Refit Digitalization Dynamic Design的更新 與Laser Library 3D資料庫有關 ANSYM一行都提供一個免費的asset label 給用家下載 現在是3.2 用家就可以直接在ANSY的Randomity商 損取asset,然後擺放在場景之中 除了損取個別的asset之外 3.2都支援Multi-asset Payments 就是如果我需要損取不同種類的說服 它就會好自放在場景中自動分佈 到於要擺放同一個類別 但不同種類的asset的時候 例如植物、車輛、人物等 都會更加方便 而更新 在asset library的數目 資上亦有更加 多了250款asset 除了一般的植物之外 新更的asset裡 都會有些綠色建築元素 例如一些家庭工具 小型飛機、電動車、環版車 或是太陽電子版環保塑膠料 類別的物料 第二個更新的主題 就是Vivid Visualization ANCEP的PowerLama輸出功能 一向都方便用家用360度的環境影像 去展示自己的設計 出了設計的現場空間感 ANCEP商品現在就支援patch PowerLama的輸出 用家可以從事vendor多個的PowerLama場景 單獨的Steel Image Sidware或是Mono的PowerLama 而前幾個月ANCEP3.1 新更加的功能 PowerLamaGallery 今次亦都加上Laprigation的功能 在新更加的PowerLama2 Mode 就可以teleport到不同的地點 在不同場景的viewpoint 做Design Presentation 去遇到不同場景更方便 連接3.1的更新 在3.2上面的ervatiation shadow 再有改進 陰影的效果更加sharp 更加悲震 支援video export和workflow 在以往的版本 當設計跟進了 或者viewchanger後 用家要再給新的share link 或者QR code 去分享自己的設計 現在3.2V純粹也不需要 而且相關時間越足快了 其他ANCEP的持續更新 令到我們的設計流程更加便宜 以及3.2.1 繼續支援wefit Sketchup Vinyl iCAD 以及Winterworks 以及Windows 11 都用到了 今次ANCEP3.2的新功能介紹 到此為止 對於今次的內容 歡迎大家可以share 你們的comment給我們 如果想知道更多 以後ANCEP的更新 或者其他Beam軟件的資訊 記得按鈴鐺 subscribe我們啦